上集,葦璇和我做了一集 《要教我一教》 她都說很棒 但她今天就說 有些問題想問我 我們交朋友吧 Hello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來到我的頻道 你知道我真的追蹤了你的IG嗎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很久以前看Tuby 小時候才看Tuby 黑歷史 我小時候是甚麼意思 我只是很小而已 是嗎 因為你已經做了媽媽 我覺得你是一個很穩重的人 很穩重 有女強人 然後我當時就覺得 你可以轉型得這麼厲害 我是很佩服你 那時我也是沒有想過離開 我是覺得我賴死了 我以後都要做藝人 我以後都要做演員 我不知道她那時是很喜歡拍戲 但現在看自己拍戲 嘩 在一起起機器 頂不住 你有沒有試過看著自己 然後會這樣 我經常都會找回自己的黑歷史出來看 因為我只要看自己唱得多差 做得多差 我都是一路死賴死不走 其實我覺得人生是不可以計劃 究竟之後做甚麼 我以前就會有很多目標 人們經常問你有甚麼目標 以前我很熱血就回答一大堆東西 我將來要怎樣怎樣 我將來想怎樣怎樣 我想做甚麼 但其實全部都是口說出來的東西 你沒有實質的行動 其實你是去不了那一步 而且你估計不到自己的將來 其實那時真的很機緣巧合 那時剛好遇到一個貴人 我叫她做 因為我是第一個學生 那時我在一個活動上碰到她 她問我第一句 你做甚麼 在TVB我是藝人 然後她就說 哦 哦 哦 然後下一句 那一刻我叮一聲想 我還是一個瑜伽老師 他說真的嗎 我真的要找老師 我這陣子不知為甚麼 甚麼甚麼弄傷了 你幫我上課 然後我收了第一個學生 這真的是我的貴人 因為她真的跟我說 你應該怎樣去定位 然後她又覺得你教得很好 其實真的 所以你應該怎樣怎樣 她是一個生意人 她就教我怎樣去develop自己的 brand 怎樣當自己是一個 brand去打造 所以我覺得這一層都是自己 剛好肯去爭取 又跟別人說這件事 才會得到一個人的賞識 但是在你做藝人的時候 你已經考了這個牌去學這件事 是啊 因為那時候我 之前是我的子宮有事 然後那一段時間 其實我做TVB的時候 我的身是很差的 壓力大 是啊 而且沒有怎樣睡覺 然後你放假的時候 你反而是更加壓力大 因為沒有事要做 是啊 I understand 是啊 這個感覺很可憐 因為現在我放假 我真的放假 我知道你沒有嘗試過 Sorry 但是 我有的 你是跟爸爸玩 我是跟媽媽和狗狗玩 但是你不同 你明白嗎 這個行業是沒有放假的 你沒有星期六日 星期六日 其實是 可能你當是一個Holiday 但是 如果你星期六日 沒有事要做 你見到別人有事要做的時候 你依然會覺得 為何人家有那麼多事要做 為何我沒有事要做 坐在那裡 所以我現在找你拍片 是的 積極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 以前的心態很不好 很差 而且整個人都很depressed 會覺得自己不夠別人好 覺得自己不夠競爭 覺得自己不夠漂亮 又覺得自己不夠高 很多東西可以跟別人比較 都會覺得很負面 直到我走了之後 其實我覺得 整個人的轉變是 因為我做了瑜伽老師之後 我得到我前所未有的尊重 而且我覺得別人看我的眼神不同了 好像當你是一個老師 然後你幫了一個學生的時候 他對你那種感激的眼神 令到你個人開始有自信心 而且開始會很開心 而且你個人都會變得很 positive 慢慢你就會有這個轉變 所以可能有些人會說運 但我會覺得 你自己的心態如何去面對這件事情 如何去看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 對呀 今天很硬 然後來到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 糟糕 今天很硬 今天一定不行 其實你是自己打擊自己 所以在我離開了 然後我開始做Yoga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是 找到一個從來都未見過的自己 其實以前到現在都會有很多haters 或者負評 你是怎樣面對的呢 嘩 這個真的是OG 對呀 你是很擴大 我覺得你整個人都很擴大 我覺得是因為 我以前有一個很差的新聞 而導致我變了OG 因為在那段時間 我想在香港真的沒有一個人看得起我 但是我相信也會有很多支持我的人 但是你聽到的永遠都是負面那邊的聲音 但是可能我小時候的環境 令到我真的很硬正 我從小到大都是家裡的妹仔 我家裡是重男輕女 所以我哥哥就是皇帝 我就是服侍她的奴婢 然後幫她穿鞋穿襪洗東西 What?! 怎麼搞的 不要緊 但是你慢慢到長大的時候 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那麼硬正 直到那一刻 我才知道自己那麼面皮厚 當有人在我面前叫我的名字 我會跟他們說Hi 我覺得如果你不尷尬 尷尬的是別人 我就一直用這個心態去面對所有的事情 即使我現在面對所有人 他們腦裡都在想同一件事 我都跟自己說 千萬不要介意我 即是我不停地提醒自己 我覺得如果我自己不是做那些傷天害理的事 或我不是對不起人 或者怎樣的話 我覺得其實我是沒有什麼shame of 而有人去負評我的時候 有兩種人 有一種呢 就是惡意到 你是雞 賺錢 這些呢 我通常就不理 那我就會有他 我不會刪除他 我又不會理他 那有些人呢 就是 他真正地不喜歡你 他真正地覺得你有問題 他會說一大段話 這些人我就會跟他聊天 你很有耐心 不是啊 我其實不是有耐心 但是我覺得 有一個人在一個公眾場合留言給你 當你去回應他的時候 其實看到的人不只是他 所以可能你看到的是 有一個人願意這樣說出來 但是其實可能後面有100個人 都是這樣想 但是你如果是肯去說的話 其實是很多 因為在以前大公司的制度 所有人都是跟你說 不要發聲就可以了 有任何事發生了 你不用解釋的 你只會越煲越大 不要發聲 躲起來 然後等事情 明天有另一個新聞蓋過 就沒事了 OMG 這是我以前認識的事情 但是 當我認識了我老公之後 我老公就跟我說 有時候的事情不只是 想別人的感受 你要想自己的感受 可能那一刻你說出來 對你沒有benefit 但是對你的情緒有benefit 你應該要說 你不是要跟他吵架 但這是你幫你自己澄清的機會 因為好像以前 做回訪問 你會發現出來的 完全不是你說的 他們會扭曲所有的事情 但是現在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頻道 有自己的社交媒體的位置去說 為什麼你不說呢 我覺得我老公說得很對 而且適當地回應這些人 其實是幫助我們自己 令自己更加舒服 我每次拍完我就很爽 立即喝一個梳打水 先去搶一搶 但是我會和我老公分享 就是說了 他說好啊 說得好啊 我覺得是很開心的 我覺得我有這樣的改變 其實我老公幫了我 很搞笑 你和你老公是那些很老味的相似 是啊 今天很生氣 先去搶一杯啤酒 不行 我真的瘋 我跟你就極度相反 我在拍拖的時候 我是小女人 在外面幹大事 就是這樣 你看我在舞台上 但是我在拍拖的時候 我是有什麼 以前我都不會說的 好像很多人都會覺得 在家裡是不是你是大哥 其實不是的 我是很多話說而已 我老公不說 但我老公有個眼神就殺了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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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麼 我是做小的 我是 我完全不相信 我是我老公和兒子的老皮 回到家裡的時候 其實我很多事情都是以我老公和兒子為主 他們想的事情 可能他們想怎樣 好好好 我們做什麼 你想怎樣 我會滿足他們 這是我的性格 我是一個人開心我就開心的人 我老公就是自己開心的人 我兒子也是自己開心的人 兒子就算了 是啊 我老公也是的 但我老公這件事是值得學習的 我做不到的 好像我每次去Staycation 我都會大小一家大小去 但其實每次去完 我都很失聲 很累是不是 因為其實我沒有享受過 我就是安排我家人做這個 然後安排我兒子去玩這個 晚上去哪裡吃飯 要娛樂大家 然後之後 因為我是好像一個中心點 他們覺得和我一起就很開心 但是其實是很累的 但是我會很開心 即使我老公會跟我說 其實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你每次都要這樣辛苦自己 我不知道 但是我很開心 即是他們開心我就開心 我老公就會是 偏向他自己想做什麼就去做 即是他不會就其他人 即使我整家人在 我要做健身 然後他自己一個人走了 然後一會兒 我想下去踩單車 然後一會兒 我要下去吃碗麵 想到我男朋友也是這樣 是啊 但是其實是好事來的 我很欣賞他 他是很離開這個世界的人 我早就走開了 早就忘記了這個世界 我以前是接受不到這樣 就是覺得 這麼離群的 哦 是呀 但是漸漸大了 之後覺得 我自己也學會了 有時候我真的累 我不去那些聚會 我就真的不去 我想休息 我就要給自己一個me time 我會選擇 一天真的只有24小時 我就會選擇一些 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做 當你年紀越大 你就會越覺得是這樣 因為你真的沒有時間 可以給那麼多的人 現在也很少會認識朋友 因為我覺得 我的時間要留給自己身邊的人 我的天啊 我竟然可以在這個繁忙的時間 認識到你 哈哈 其實我不繁忙 有人經常說 我好像隱世的人 是啊 是啊 但是我覺得你和你老公 是很甜蜜的 因為 我經常追蹤你的IG 你除了膚白白之外 我知道老公最近送了花給你 你說他是 這麼久以來第一次送花給你 對這件事 你覺得怎樣 因為 好像很久都沒有一個驚喜 還是他不習慣送花 應該這樣說 因為從小到大 我老公 他也是一個被人種壞的人 他不是被家人種壞 他人是很成熟 處事都很好 但在愛情方面 因為他從小到大 他都不需要付出什麼 可能因為 他有異性元 那些女生會自己貼上去 然後女朋友對他很好 他媽媽又跟我說 以前第一個女朋友是追她的 鬆牛艇 不是物質的 我天天會來載她上學 然後又對她很好 幫她修圓了 然後我老公又是一個 不是很重視異性的人 他覺得兄弟是比女人更重要 所以從小到大 他都是想著 玩sport 跟朋友出去聊天 喝酒 我老公很乖 他不是做什麼壞事 但他很享受跟一群 bro 一起 然後女朋友 他就擺第二 所以他會覺得 好像我跟他在一起 我都覺得很古怪 這個人 好像以前的男朋友 都會想黏我 但我跟他在一起 例如我那天跟他 可能整個brunch 你現在去哪裡 他問我 我想問一下 不知道 我現在要去健身 然後我心想 你是想跟我做健身 還是什麼意思 那我走了 然後他走了 剛剛在一起 對 很古怪 真的很古怪 他跟我整個brunch 做完這件事 然後我們各自做大家的事 我開頭很不習慣 為什麼你好像不疼我 那樣的 你又不會買什麼 哄我開心 又不會買蛋糕給我 又蛋糕都會送我 你有說出來的 有啊 我說你沒有買過蛋糕給我 我生日 然後呢 什麼? 花都沒有了 這麼多年都沒有 花我也覺得不要緊 但是生日蛋糕 怎麼都要有 沒有的 真的沒有的 所以我覺得我被他訓練到 變成一個男人 我就覺得不要緊 我自給自足 我自己買 其實我不用自己買 因為一直有很多PR會送給我 真的不一樣的 不是 他不明白 他不明白 他就覺得 你也有這麼多蛋糕 你又吃不完 這麼浪費 他的思想就是這麼簡單 你這麼浪費 這樣吃不完 那他沒有準備禮物給你 就是不慶祝的 不是 他會說你想要什麼 你今年想要什麼 那他會買什麼呢 電腦啊 相機啊 OK 不是 全部都是一些 我工作上會用到的東西 他會覺得 你要拍片 你要好一點的鏡頭 然後 你要做事 我買電腦給你 然後你要什麼什麼 就是全部都是做事的 他是一個很理性的人 竟然最近送了花給你 有古怪 我覺得是 一來他對你好好 二來你的信任很強 但是我覺得很好的地方 是你又會說出你自己的感受 因為我經常覺得溝通很重要 以前我真的不懂表達自己 想要什麼 可能別人不理我 或者爛淡旗 好像你老公 那你就會走了 不是走的 我就會忍 但自己穩住很不開心 我又不理解他的生活模式 而我又好像你那樣 我是需要被關懷的一個女生 其實每一個女生都需要被關懷 對 以前就會被關懷 但是經過不同的感情之後 就會 我現在真的要抒發出來 我需要什麼 我要跟她說 不過我覺得溝通真的很重要 我們有一段時間 是真的很疏離 當我在做自己的生意 那些桌卷期 對 就像我在做自己的生意 然後他有公司的東西 我們大家沒有溝通 大家回到家 你有你看電視 我有我吃東西 然後我有我工作 大家一起看電視 然後睡覺 然後我發覺 今年我們吵架 但我發覺是好事的 就好像 其實以前不是不想說自己的感受 但是很累 因為我已經很累了 我出去工作很累 然後臭小孩很累 然後我少了很多時間 給我老公的時候 然後到後來 一直都沒有 是沒有溝通 然後大家都覺得沒有問題 大家一直都好像 不是沒有問題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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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大家真的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沒有吵架 對 有些人問 你跟老公結婚之後 有沒有吵架 真的好像沒有 我們是沒有吵架 我又很忍他 甚麼都會忍 我們很像 我以為不會吵架 我也是 對 每次他罵我 每次都是我老公發脾氣 但我每次都會忍 但我忍是因為我知道我老公的脾氣 當他發脾氣 他就會 說很多傷我的話 所以我就不說話 我就會等他冷靜下來 然後跟他說 其實你剛才這樣 是很傷害到我 他有沒有說對不起 他不會 但他會再解釋 死都要跟我爭 但是呢 去到今年 我跟他真的吵架了 就是為了我駕車 因為我剛剛學車 我考到車牌 我考到車牌 但我是一招 他就說 我都不知道你怎樣 考到車牌 他連看都沒有看過我怎樣駕車 他已經質疑了我的能力 這不是我認識的他 因為以前我無論做甚麼 他都會很支持我 我會突然覺得你變成甚麼人 為何會變成這樣 但是 他會說 你等於車死人 你不要車子 你不能車子 你一定不能車子 兩年之後 這兩年你都要有人坐在你旁邊 他不停說這些 每次見到不同的朋友 去考車牌的事情 他都會說同一番說話 有一次很多人在我家 他都是這樣說 我真的忍不住 我爆了出來 在家人面前 是啊 但那一刻我真的哭 然後我跟他說 你夠了嗎 我很激動 我說你夠了嗎 我說你每次這樣說 你就是說我不行 說我不行 我的目標是要車子回家 我不是說我這一刻要車子回家 你覺得這個世界上 有誰比我更加緊張 我的小朋友 我需要你告訴我 我何時可以做這件事 我們那次去澳洲 我們有吵架 又不知吵什麼 剛巧他姐姐和姐夫在那裡 我們四個在那裡聊 不知道怎樣 有一晚就在那裡聊 四個一起聊 你們兩個 他們兩個好像婚姻婦道 然後我才發現 我們兩個是有問題的 然後大家就在那裡聊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大家有什麼不滿 然後就說到考車牌 他就說 其實我也是怕沒了我老婆 其實你一早就說這句話 就可以了 我會覺得 其實他真的不知道女人想什麼 不懂哄女人 其實你覺得 我真的很怕你有事 好吧我不駕駛 對啊我不駕駛都可以 但要哄我 但你不是一個 你車死人這個牌子不是買回來的 大哥怎麼買啊 運輸處 政府有ICAC 怎麼買啊 大哥你不坐的 車還沒坐過 但你踢花很厲害 直到我之後 我們回到香港就拿車了 然後拿完車 他又坐了我的車 其實都可以的 然後他又教我一點點 然後他臨飛 因為他之前離開了一個月 然後到一個月之後 我終於得到他認同了 他就覺得 我真的做了女車手 然後他就說 你可以載兒子上學一下 但是我跟他 我覺得這一年我們感情好了 多了激情 因為我們會吵架 其實吵架是好事 有時候你不要覺得 你男朋友是有問題 其實是你問題 因為你不肯去吵架 其實他吵架 你再說自己的訴求 然後他再回應你 其實都是一個relationship 應該要有的成長 因為我之前就是很想避免吵架 我不想跟你吵架 但他不會知道我想什麼 當他知道我想什麼的時候 他就會去復興我的要求 他會覺得他會做一點點事 令到很開心他就可以做 所以喊架就是你們的保鮮方法 不是 我覺得不是 應該是溝通 我覺得我們一定要多一些溝通 你也這麼有經驗 有沒有什麼提供 可以給經歷冷淡期的情侶們 我覺得要看大家有沒有想努力的心 如果一個男生已經沒有什麼想 繼續玩流的心 或者一個女生已經沒有什麼想玩流的心 那就不用問了 大家可能早點分開 我經常跟女生說 青春真的有限 女生真的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在一個男人身上 如果你去到25、6歲的話 你每一個男朋友給他兩年時間就好了 是我現在的階段 如果大家仍然想努力 只不過是有點像我和我老公那樣 我覺得你們可以嘗試溝通 不過 你問了我太多了 我會問你 葦璇也有她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想聽她的話 可以立即點擊她的頻道 繼續聽我們Part2 沒錯 除了有下一集之外 我還有一首新歌 是叫一個傻乖 一個啞 都是講桌卷旗 而且外層是要溝通的 所以大家除了追蹤我的頻道之外 還可以聽聽這首新歌 我有聽的 拜拜 老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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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我現在開車如何 非常好 那你覺得我開車好一點 還是泊車好一點 泊車 但是不是啊 我經常泊車 差一點狀 OK 是不是現在可以載嬰兒回學了 在車禁 做什麼 那你放心嗎 嗯 OK 欣賢 KISS KISS 喂 不要拖啊 好 不是啊 小小小小的 好 妳 咻 有 都是